減肥,最怕是中途卡关 无论如何,吃少点,动多点 体质制迟迟都降不到下来 台湾营养师程咸鱼 就分享了12种燃烧蟹的食物 可以出尽身体的新神代謝 消耗更多的热量 蛋白质食物 好像肉,鱼,蛋,鱼制品,斗类,坚果等等 含豐富矿物质的食物 铁和锡可以令调节新神代謝的甲状腺正常运作 食物包括肉类,海鲜,豆类,坚果,辣椒 辣椒中的辣椒素可以提升燃烧卡路里的速度 帮助身体每天眼外燃烧大约50卡的热量 咖啡 研究发现,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 每天可以燃烧多100卡 茶,二撒素可以与咖啡因协同作用 尤其是烏冷茶和绿茶 可以帮助身体更加有效利用 储存了的脂肪,获得热量 黄豆含有抗性淀粉和可溶性纤维 可以作为长度好菌的食物 而好菌可以帮助身体更加有效利用 储存的脂肪作为热量来源 黑豆含有丰富的抗氧化花青素 帮助清除身体的自由肌 散酱 研究发现,将凉黑的姜粉溶解在水里 并跟随食饭用 和单独饮水来比,可以多燃烧43卡 可可,可可有机会阻止烧化过程里面 分解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所必需的酵素作用 阻止身体吸收和热量的产生 苹果醋 从动物研究发现,醋有助于增加燃烧的脂肪 水 饮水可以将新层代謝 暂时提高2成4至3成 大约是饮水后40至90分钟 强度可能因人疑异 海藻 海藻含有丰富的碳 是产生甲状线素 和令甲状线正常运作 所需的矿物质